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说还推出了很多搭配丰富的一些套餐 甚至还推出了一些季节限定 期间限定等等 而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的车站编当 有最传统的 有最丰富的 还有最黑科技的 那第一站呢 我们就从这里 东京站开始 东京站 日本多条铁道线路的起点站 也是日本交通最繁忙的车站之一 每天进出此站的总人数 至少有70万次人口以上 几乎是每个来到东京旅游的人 必经之地 而孟迪第一站来到的 就是位于东京站内的这家 一便无忌 这里集结了北海道到九州岛的 百余款超人机便当 以及各式特色便当 都能在这里买到 平均每天就可以卖有1万份左右 这里的店员 日本各地有名的駅便 有名的駅便を200種類取り揃えて 平日で約1万户 土日祝日で約1万5千户 の販売数になっています 本的にこちらを取り揃えている お弁当は 炊き立てのご飯を急速に冷やして それを皆さんにご提供しております 安全性 安全にお召し上がりいただくために そちらの方を行っています 以前ですね こちらの場所 駅便祭りというのを 開催し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日本全国の駅便を取り揃えていて それをですね 毎日やってみようということで こちらの駅便祭りを開業しました 并且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目睹 一整面便当奖 許多便当爱好者 都会慕名前来这家店 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 这个东京便当 这个是只有在这里才買得到的 東京便当限定的产品 如果你想一次性尝尽 東京老店铺的味道 那你必须就只能买这个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写的 就是浅草金拌的 这是一家很有名的 牛肉售洗鍋的店 它的牛肉 还有人心丁鸡舟的 九博三文鱼 还有筑地市場的 很有名的青木家的鸡蛋燒等 这些都在里面 盒子也是很富贵 很好看的 所以来这里不要错过这个 这个叫做牛肉 就是牛肉 放在中间的这个便当 就是这里的人气第一的产品了 它的上半部分是肉米的牛肉 下半部分是切片的牛肉 所以一盒便当中 你可以吃到两种口感的牛肉 而且它大米使用的 都是很好的山形线的品牌大米 超赞的 整块黑毛和牛切成片或做成肉糜 再加上祖传酱汁调味 简直是美味到极点 还有这个新开线便当 可以选择不同的车型 吃完还可以洗干净作为收藏 所以这款便当已经推出 便全粉无数 加热式便当 就是这个 这次我说的黑科技就是它了 为什么说它是加热式便当 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黄色的绳子 只要把这个绳子一拉到底 这里就会自动地冒烟加热 然后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牛舌了 有没有超级神奇 这里还特别打造了Live厨房 让来往的客人都可以欣赏到 便当制作的美味过程 而就在东京站隔壁的 大碗百货东京店 也有一处相似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一整条街 全部都是卖便当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到这边的负责人 来带我们一起逛一下 大碗百货东京店地下一层的便当一条街中 都有卖一千多种便当 还有各种典型和熟食 因为卖的东西实在是种类太多太吸引人 所以即使是没有要乘车的客人 或者是想买回家做晚饭的客人 都会来这里购买便当 因此这里也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而今天我们来到的第一家店 会有什么令人惊喜的便当呢 这就是贼贵的米酒 这就是必条 切获子和海尾設 丁子和欧烟学 非常为道 为什么 ن腹很标一样 这叫我们 这里的食材 藕 藏 蚴 茄 缔 fights 红 鶴 itu 还有菲萨 还有菲萨 鱼 鱼 蟹 蟹 蟹 10种类 大家我拎起来 这个是纯甸甸很有分量的 我一个人虽然很大胃 但是我觉得可能吃不完 我可以这个买回去 跟朋友分着吃 此外这里还有很多 海鲜类的便当 分量很大 但看看这个价格 好像也没有很贵 我需要一盏鲜鱼 一盏丸入了一盏 很大 你看这个 这么大 这边很大 这个价格很大 这边也有萝卜和鱼 还有菲萨 所以 这边有大量的食材 不仅有青花鱼 还有用鰻鱼做成的便当 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家店 则是一家令中国人很熟悉 但又和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的便当 こちら是旗幼県的秀麦弁当 秀麦? 对 什么特别的呢? 这里是横浜的中華街 有名的秀麦弁当 横浜的中華街 有很多店银行吗? 有什么特别的店银行吗? 是 已经在1908年 有歴史上的故事 所以秀麦弁当成是旗幼県 就在离东京三十公里左右的横滨 有不少特色的料理受人喜爱 而在诸多特色料理中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会是烧麦 而说到烧麦 懂的人一定都知道 这家1908年创立的齐杨萱 你一切融入吗? 对 不管是 这是主食 这是饭吗 饭 有很多人在电梯里吃饭 一口吃饭 明白 大小事宜又做成了搭配 不同小时来食用的便当 所以如果想吃到 和中国烧卖不同的烧卖 也不妨来尝尝启阳轩 如果喜欢肉 有点推荐的店 我喜欢 接下来看来是肉食 这里 肉食整的天堂 这家店是人行丁一家 非常有名的 名为Tamahide的 亲子盖焦饭店铺 为了大湾百货东京店 也是特地开设了 炸鸡块的专门店 这家店是人行丁一家 非常有名的 名为Tamahide的亲子盖焦饭店铺 为了大湾百货东京店 也是特地开设了炸鸡块的专门店 这家店铺的专门店铺 这是什么味道吗 这是塩的味道 啊 盐味的 所以是最基本的味道 对不对 没有多余的酱料 可以吃一下 原汁盐味的味道 好惊讶 因为这个呢 并不是刚炸出来的热的 因为它是便当 肯定是凉的 那大家会觉得 凉的鸡肉 会不会很硬 或者是不好吃很馋 不是不会 刚咬下去 第一口 你听到那个 咔嚓的声音了吗 外面照样是脆的 里面照样是软的 并不因为它是凉的便当 就有打折扣 超级的 吃的也很好吃 对 所以是便当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车站便当的 详细内容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公众微信号 最霓虹哦 VR即虚拟现实 其实这个概念呢 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就曾有人提出 但是把VR技术 运用到游戏里 确实在2016年 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 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收容了许多游戏玩家的热情 那现在在东京新宿 就有这样的一幢楼 上下两层 共有16个VR项目的 VRZone 日本知名的游戏企业 万代南梦宫 在2017年7月14日 正式向公众开放 这里是2016年 其实是半年 VRZone Protect Ican 这个实验店 开放了 这家店非常好評 在2017年7月 开放了 现在有16个VR活动 普通常都没有体验 的活动 都没有体验 我可以做 我要做 但刚开始 好像就发生了点麻烦事 对了 对了 大家知道我最恐高了 编导非要让我做这个 但反正这个东西 又不离开地面 对不对 能有多吓人 我就不信了 脚灯是滑翔机 飞翔自行车 可以让你感受到 自由飞行在大自然中的 惊贤和爽快 不过这种爽快 对于梦迪来说 也许是种负担吧 对 跟你们讲 如果我不飞起来 直接这样看看风景 还蛮好看的 大家可以 我可以放手机 对 不好意思 在这边 在这边 我们的自然手机 在前面 现在我们就会 在这边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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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往下看 不能往下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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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专用体感设备穿越山脉地表 从溶洞瀑布中小心穿过 好冷啊 这个风好大 为了让感受更加真实 它会有风迎面而来 好劲心啊 我刚感觉真的是旅行了一趟回来 现在感觉浑身的力气都快用完了 这开始好吓人 我下去的那一下感觉自己真的要掉下去了 但后面慢慢习惯了之后 我觉得那个风景很漂亮 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那个风 在风中骑行的感觉 还可以嘛 也没那么吓人嘛 这里呢还有引进任天堂的 经典游戏马里奥赛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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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都大受欢迎的马里奥赛车 在VRZO化身VR项目 而在开始游戏前 工作人员也会细心地教导大家 游戏中的操作小知识 Tiichi和Yoshi的角色 但请你选择好喜欢的角色 根据人数可以选择多人对战 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马里奥赛车中的角色 请注意 孟迪和我们的制片人老爷爷 即将开展一场大对决 好可怕 赛道上有大量马里奥赛车 特有的机关 还要抓住一切会帮助你的道具 抓到了 没抓到 好玩 谢谢 Yoshi是3位 Yoshi是2位 我赎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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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手在抖 而且 看她的脸 出汗了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游戏 你到底有多消耗体力了吗 你到底有多少体力了吗 我赎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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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的 难的 只能抓到 这一层就变成了一层 我已经变成了一层 我已经变成了一层 当然了这里除了著名的游戏大作之外 也有很多动漫大作 像大家熟知的宫壳 EVA还有七龙珠 还有这个超著名的高达 知名IP高达之前在台场就有登场过 而在这里又可以体验全新高达VR项目 这里的活动是 他们在弹杆中的手指上 其实时代的摩擬衣服的迫力 如果在弹杆中的手指上 他们在弹杆中的手指上 对 哪里是这里吗 现在是在台场上 我穿越到了台场 高达 谢谢 真的 台场真的有一个高达 就是那个地方 我坐到高达的手上了 以旁观者的视角 感受高达保护着台场和玩家 来对抗敌人的激烈对战 互相攻击所造成的冲击力 玩家都能亲身感受到 高达出大招了 刚才我们玩了虚拟现实 接下来我们就来玩一个真实的项目 听说这个也是非常刺激和惊悚的 而且会让你的身体受到冲击 气球 手铐 牢笼 这里到底是什么设定 不会是什么具有危险性的游戏吧 游戏开始前 由于可能会造成的冲击 我们的制片人老爷爷 怕是不再适合玩了 只能派出编导来和梦迪合作 攻破难关 不过好像一不小心点到了 至今为止 只有三组人成功通过的 专家难度版 游戏口气 什么鬼 从一开始看设许M 一 然后呢 二 一然后二 二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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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请容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位玩家的角色定位 编导 反应力 指挥担当 孟迪 但是你已经走啊 等等 右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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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四七 四八 四八 四九 四九 五十 呃 也许就是卖萌和尖叫担当吧 啊 为什么它还在变大 为什么还在变大 不行了 我只能去那边的 组合一套 谁知道是动物吧 好吧 原来不止一道梯 无奈 第一道梯似乎已经耗光了我们的脑力和体力 接下来就只能 不够爆炸 啊 啊 啊 其实这里能够看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默契程度 考验玩家的题目也会定期更换 所以来到这里也不妨来玩玩这个游戏 当然这个VR座中还包含餐厅 咖啡厅和纪念品商店 一天泡在这里都没问题啦 人们常说在神宝丁 左手拿书 右手吃咖喱 而在这个不大的区域中 大约就有68家咖喱店 在这种技术下 我们将要介绍给你的是一家1924年创业 并且在外有极高赞誉的印尼口味苏门达腊咖喱工容堂 好 请你 很厉害 这些东西是印度的 对 对 店长是吗 三代目 好 请你坐下来 好 请你 让店长配我一起吃 而这里的咖喱 盛装的器皿就很别致 咖喱更是少见的棕黑色 因为在日本 只有我们家 没有吃 店主说这个日本只有他们嫁一个人 在任何地方都吃不到 既然敢这么说 那这个味道一定可以期待一下 第一次的食感 请你吃 好 好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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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口是苦的 但是从第二秒开始 那个咖喱的浓郁的香味就出来了 真的跟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 好浓哦 那么怎么在日本 在东南亚的 那是百年之前的 初代的朋友们 一直在东南亚的 所以我教了这个咖喱 但是最初的咖喱是不一样 我已经有35年了 但我没有理解到客人 我可以少许一切 我可以少许一切 所以我没有做到 这种味道是不一样的 至今为止完全不使用小麦粉 共26种香料和蔬菜与肉类一起熬煮 当然特调的黑色酱汁是绝对少不了的 针对不同的材料 对于猪肉 牛肉 鸡肉 海鲜的炖煮方式 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最后的味道都有所不同 从特定的商家严选的米和咖喱的口感也特别适合 我来讨ief史们 就要吃食用 我曾经对这店的请从�习过来 当时 advisono会噓到这个店 但不说到这家装菜尖它子腹是日本最新热的 后来的素顿让它们 builders ho知道这肯驶 没有东西日本怎的诶紧 我不是說話 我不是說話 但是日本一珍惜 日本一じゃなくて 日本一 世界一 日本一只 日本一只不一味